出埃及记 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现在必看见我 要向法老行的事 因为我施展大能的手 他必让他们离去 我施展大能的手 他必把他们从自己的地赶出去 神告诉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曾向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 至于我的名字耶和华 他们是不认识的 我不但与他们确立了我的约 要把迦南地 就是他们做客寄居之地赐给他们 而且我也听见了以色列人 因埃及人所加的奴役而发的哀声 就纪念我的约 所以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 我要拯救你们 脱离他们的奴役 我要用伸出来的绑壁 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 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 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的 我举手起誓要给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的地 我必领你们进去 我也必把那地赐给你们做产业 我是耶和华 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 只是他们因为心理仇烦和苦工的缘故 就不肯听摩西的话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你要告诉埃及王法老 叫他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看啊 以色列人尚且不肯听我的话 法老又怎会听我的话呢 因为我是个啄口笨蛇的人 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 命令他们到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禀出来 他们各家族首领的名字记在下面 以色列的长子 刘本的儿子是哈诺 法禄 西斯伦 加米 这些是刘本的各家族 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 雅敏 阿霞 雅金 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 这些是西缅的各家族 立位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世代记在下面 就是格顺 戈侠 米拉利 立位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格顺的儿子按照他们的家族是利尼 世美 戈侠的儿子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戈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 米拉利的儿子是莫利和姆士 按照他们的世代 这些是利尉的家族 暗兰娶了自己的姑母约基别为妻 约基别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 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 尼腓 西基利 乌靴的儿子是米沙利 以利萨凡 西提利 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 以利沙巴做妻子 他给亚伦生了拿达 亚比户 以利亚萨 以他玛 可拉的儿子是亚席 以利加拿 亚比亚萨 这些是可拉的各家族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萨娶了普帖的一个女儿为妻 他给以利亚萨生了菲尼哈 按照他们的家族 这些就是利尉人的各首领 这亚伦和摩西 耶和华曾经对他们说过 你们要按照他们的军队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那对埃及王法老说 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 就是这摩西和亚伦 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你要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都告诉埃及王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你看 我是个啄口笨蛇的人 法老怎肯听我呢